居静一要有多强大的抗压能力 才能接受跟一个侮辱过自己的男人合作 2021年6月 居静一跟男歌手姜云生合作了一首新曲 但没过多久就有人扒出 姜云生早年和朋友做直播时 曾当众口头侮辱居静一 我的意思是我居静一的照样在旁边看 其实发酵后 姜云生向居静一道了歉 但舆论的走向却令我始料未及 因为换作任何一个女艺人遇到这种事 都会得到大众的同情 可当受害者变成居静一 时众人投来的目光里却只透着四个字 幸灾乐祸 但这个世界对居静一的偏见又何止 这一件事 居静一在拍摄一场被埋进沙子的戏份时 不小心弄乱了头发 于是拿出了梳子和镜子整理 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又被人截到网上骂他作 同样被断章取义的还有秃头论 相信99%的人都看过一个视频 画面中的居静一一脸迷糊地说 年轻人为什么会秃头 短短几秒却让不少人觉得这是居士凡尔赛 但只有1%的人知道 这个视频还有后半段 这是夸张手法吧 还是真的突破 心存带戏啊 很正常啊 对不要焦虑 波克风云那时如今的居静一偶像包袱确实有点重 比如不管场合是古装现代红毯 剧情是被绑架还是首相 又或是女扮男装 她统统化着悬然玉气的雾面桃花装 比如时常穿着恨天高 一口面包嚼33下 的确这些行为是容易引起不好的观感 但我反而觉得庆幸 别人的黑点是违法乱计 道德败坏 可居静一的黑点确实租不租 店没电影间又没用假大片 我觉得在这件事上 居静一已经完胜了